哈喽大家好,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寵寵危機》這部電影 有一個螞蟻國目前正被炸猛族欺壓 每年都要禁貢食物給對方 而今天就是炸猛族來拿食物的日子 以後女王跟公主女主角都為了這件事 正努力的指揮螞蟻們工作 那我們的男主角菲莉是一個熱愛發明東西 卻老是出包被同伴排擠的螞蟻 嗯?好像哪個男主角也是這樣欸 總之在今天這麼重要的日子裡 男主角又出包啦 這次呢他是不小心用自己發明的食物收割機打翻食物架 害食物掉進水裡報廢 因此當炸猛族抵達發現沒有任何食物後 就立刻生氣地衝進蟻洞裡找女主角算帳 炸猛王也跳出來說 沒有食物是瞧不起我嗎? 哼!我就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過幾天後我再回來 要是還沒準備好食物就把你們殺罐罐罐 事後男主角受到女主角及長老們的懲罰 不過他一點也不害怕 反而告訴大家乙族應該要反抗炸猛才對 他自願到大城市去找厲害的昆蟲來幫忙 長老們一聽馬上爽到翻白眼 認為能趕走這個麻煩鬼就是求之不得 管他找不找得到人馬上同意他的請求 因此男主角就收拾行李出發前往大城市啦 另一邊在大城市裡 有一個到處巡迴表演的馬戲團 表演內容有蜘蛛毆打甲蟲和鬥獸秀 瓢蟲、豬街蟲和毛毛蟲的甜蜜蜜追逐秀 蜘蛛與飛蛾的魔術秀 以及鼠腹蟲吵架戶毆等等 但他們表演的實在太爛了 根本沒有觀眾 跳蟲團長就開除了他們 浴火蟲只好到酒吧喝酒道別 可是喝一喝 他們就跟蒼蠅起了爭執發生打鬥 還因為打不贏的開始逃跑 神奇的是 此舉竟然弄暈的蒼蠅 這一幕還非常巧的被趕到大城市的男主角看見 因此男主角誤會他們是兇猛的戰士 馬上邀請他們來螞蟻國幫忙 而團員們以為是要去表演 又怕蒼蠅醒來後會報仇就迅速答應了 很快的一火蟲就回到螞蟻國 以族門見狀非常開心 以為男主角真的找到幫手 於是他們開啟Party 慶祝終於有機會反抗詐猛 可是沒多久 團員就在小螞蟻的表演中發現 原來請他們來不是表演 是要跟詐猛相殺 團員們之後假裝要開作戰會議的 把男主角找來告訴他實情 說這一切都是誤會 他們要離開了 男主角一聽 擔心事蹟敗路會被乙族殺頭 拼命的挽留對方 就這樣爭執了一段路後 男主角突然發現 這裡竟然有鳥蛋野 緊接著 一隻鳥王就跳了出來 嚇得他們拼命逃跑 逃一逃他們卻驚訝的發現 女主角的妹妹妹姨 因為好奇竟然利用蒲公英 一直偷偷跟著他們 所以他現在很剛好的 被鳥王誤認成食物攻擊 嚇得他不小心從天上摔下來 好險瓢蟲急忙趕去救援 兩雙才平安降落到地面 但也被鳥王給盯上 男主角見情況危機 並和其他團員聯手 展開救援行動 他們先利用毛毛充 吸引鳥王的注意 欸 毛毛充和蚯蚓真的很可憐耶 在趁機救出妹妹姨 躲進樹叢裡順利化解危機 在遠處觀看的螞蟻們 也完全將他們當成了大英雄 團員們竟然誤會越來越深 更不好意思說出事實 這時 男主角突然想到 可以做一隻假鳥下跑詐猛啦 這樣就不用相殺了嘛 這個計劃馬上獲得團員同意 告知女主角後也得到認可 再經由他宣布給乙族聽 所以他們就開始建造假鳥啦 那在這段時間裡 團員們和螞蟻的感情越來越好 他們也從原本逃避的心態 轉變成想幫忙 男女主角的感情更是神奇的突飛猛進 一段時間後 假鳥終於完成了 蟲蟲們便開心地唱歌跳舞慶祝 不幸的是 跳走團長進突然出現 說想找他們回去表演 所以團員們的真實身份就曝光啦 螞蟻們得知自己被騙後 就生氣地把男主角跟團員們趕走 可是他們走沒兩步 妹妹乙卻追上來告訴男主角說 救命啊救命啊 你們一走炸猛族就來了 他們看食物不夠就開始虐待我們 只要我跟一些小螞蟻偷走而已 快救救我們 所以接下來的狀況就是 男主角跟團員們為了拯救乙族 就先綁架一定不願意幫忙的團長 然後帶著整個馬戲團回去 做各種表演吸引炸猛王的注意 男主角再偷偷帶著小螞蟻們去駕駛 抓準時機衝出來嚇著炸猛們 啊啊啊啊的一邊尖叫一邊逃跑 可是非沒兩秒 男主角一個不小心撞翻了馬戲團的車子 放出被綁的跳到團長 不知情的團長一看以為團員正被鳥獵殺 為了拯救他們的馬上放火燒鳥 假鳥就這樣燒毀墜機啊 幸好男主角跟小螞蟻們跑得快都平安無事 但知道自己被騙的炸猛王 就生氣氣的抓住妹妹蟻想殺雞儆猴 這時受傷的男主角就跳出來要炸猛王助手 還大罵他是靠蟻族才能生存的廢物 並說蟻族人多勢眾 一蟻一口口水都能淹死他 有種單挑啊 其他蟻蟻也聽到後覺得男主角說的太有道理了 蟻族不該屈服在炸猛的淫威下才對 於是他們馬上團結起來 把炸猛族打得不要不要的 只是才打到一半突然下起了大雨 怕水的蟻蟻們只好開始逃跑 炸猛王便趁機抓住男主角逃走想殺他泄恨 團員們見撞急忙追出去救他 但完全沒用 像是竹節蟲被卡在樹枝裡不見蹤影 或是甲蟲太大隻被卡住 幸好女主角從前方夾擊炸猛王 成功救出男主角 他們也趁死機會 將炸猛王騙到鳥王的住處 因此不知情的炸猛王一追來 就馬上碰到鳥王 被他一口咬住 帶回家裡餵小鳥 事情就順利結束啊 最後以族和團員們成為好朋友 男主角的發明也被採用 女主角則成為新任女王 最重要的是 女主角還愛上男主角跟他交往了呢 那其實電影結尾還有演員的NG片段 但我才不要告訴你 你就自己去看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下次你看到螞蟻時千萬不要招惹他們 要不然晚上的時候就會有一群昆蟲 像是會飛的蟑螂啊 超級大蜘蛛啊 蚊子老鼠之類的 會來找你報仇呢 請再看看 ẹ一眼 大家好 今天 幕後 зам心 裡面 決定 supplies 回 FL 絲